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們很不齊 我是蘇琳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便麥姦 HELLO 大家好 我是詩琳阿妹 今集我們的主題就是要聖誕節 如果你還沒想好 今天聖誕節買什麼禮物給你的另一半的話 這條影片就要好好提醒它 給我聖誕擁人 好 我們現在開始了 今集是第一集 這個提出是由阿妹提出的 我們備了這影片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第一個心理測驗 以後會在我們每集的開始 先說了心理測驗 然後在info box裡留下心理測驗的結果 好了 選一個聖誕禮物 測你容易騙財還是騙色 這個平安東西 平平安 平安 A就是有護手箱 B就是肚色唇膏迷你組 C就是捲髮器 D就是按摩 按摩 我四個人都不想 我要C 你呢? 我也是B 我真的沒有C 沒有了 我要C 蛤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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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進去看 今年聖誕節你想收到的禮物 誰 你先 我覺得很行 但是我沒有一個實質的禮物 但我想收到一份有心思的禮物 我不想純粹是 你先 你先 我認真想一個 也好看你的心思是什麼心思 我的心思是 手作有心思 他再為你想起有心思 他再為你想起有心思 就是 親手 親手做 我覺得男生就可能有點難 如果那個禮物是他 知道你有需要 或者是 有一個特別的原因 不要純粹是 喂 鬆一鬆 我自己想收到 說真的 真的是聖誕樹 蛤? 是真的一棵聖誕樹 我幫你那些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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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裝飾 如果有一棵聖誕樹 在家裡真的很好吃 你真的有沒有高雪 但你家裡有 我也沒有 真的嗎? 我是真的很有意識感的人 我是喜歡過節 然後又可以請朋友來 開聖誕派對 我覺得是非常好 人生一大樂事 對於他來說 對於是 這件事我每年都在做 對於是 我家裡過聖誕 我就是會有一堆女債 然後有聖誕樹 有聖誕音樂 聖誕燈 然後就有些聖誕感覺 好棒 是不是外國人也是這樣 應該是 我也沒有 我絕對不會想收到聖誕樹 OK 如果我想 收到男朋友 送給我 是睡衣 聖誕 是性感睡衣 是性感睡衣 我想知道他去年 知道我喜歡什麼 或者是他想我穿得漂亮 或者是穿得我舒服 就是穿得我舒服 還是你 好難喔 這個就是我要看那個男人的心思 不是 你是告訴別人 我今天聖誕 我就要睡衣 然後心裡就想 我快點送衣 就給我 就是 對 其實我是這樣 他是想知道 他到底是想帶給他安全感舒適 還是純粹是想跟他 但如果你性感的睡衣也可以舒服 對 那我可以看他買什麼質素給我 在賣廣告 其實我們是 這次是這個 講完 對 就是 睡衣可以看到 他 有沒有想你 對 我想他自己 還是誰 所以我穿睡衣挺好 而且我需要睡衣 因為 大佬人睡覺 人一輩子的時間 有三分之一都睡 睡衣也很重要 睡衣還有最便宜 是穿床 睡衣不醃多 其實很開心 穿了一套 你不要穿好顏色 我穿了 我穿了三分之一 我是喜歡赤裸 穿大醃 我是不是男人 其實我想收的禮物 跟Sofia是很相似的 送多貴的禮物 都不及你知道我的需要 而送給我的禮物 很難 是很難的 你一定要很了解我這個人 就是 生活和有什麼需要 或是近況 對 其實我已經看我沒有送禮物給我 沒有你懂 好像以前這樣 我收的禮物 就是我剛剛開店的時候 我收了一棵水晶樹 這些就是我覺得 他知道我需要什麼 和一份很有價值 很有紀念價值的禮物 很有心思的禮物 因為這一刻你就是想 那個生意好 是啊 聖誕節我覺得是 大家一起去慶祝的 覺得開心 為別人帶來願望 想去的東西是最好的 就是聖誕団的角色 我問你 不如試一下 我知道你很喜歡煮東西 很喜歡做蛋糕 我知道你家沒有焗爐 所以我送了焗爐給你 很喜歡 非常好 這個部分 就是他的需要 或者送蛋糕 要那麼多東西 你送我下層我也很開心 如果喜歡煮東西吃修 這次也很開心 又很特別 對 黑命 那如果我 抱歉 如果我 可能是瑜伽煎 對 瑜伽褲 對 也是 所以看個人的喜好 對 其實你跟著他有興趣 是嗎 因為我覺得聖誕節 是一個比較 奢華的一個智人 所以我覺得可以送一些 漂亮但不實際的東西 我自己是這樣 那你其他智人 譬如成人節 你要送我們兩個 是有紀念價值的 那你其他 譬如生日 我通常想收的禮物 是實用的 不漂亮的 但聖誕節 我是容許他可以 漂亮 別的東西 你一樣東西 譬如黑了我的名字 對 那我也會很開心 就是覺得你用心了 對 黑命實在沒事 黑命和你剛才說的 我覺得是限量 對 限量很容易 兩點 黑命 你喜歡收一些限量 很特別的禮物 對 因為少有 對 還有可以幾點說 那一年我沒有 沒錯 我有一件事 是不太建議人買的 除非你覺得自己是很有fashion sense 還有你很清楚 這個女生喜歡這件事 這件事是什麼 還是飾物 哦 我是覺得 男生應該不太會選擇飾物 但是男生很喜歡買飾物送給你 對 他們選擇那些很傳統的 他們就覺得你一定會喜歡 對 或者是忽著你的感覺 但其實我覺得 除非你真的很有味 很有概念 他買這件事 要不然買這件事 九成都 戴出來有尷尬 戴得不漂亮 我戴了不戴你又尷尬 對 我戴了我又尷尬 對 因為女生的首飾是 跟著你穿的 你穿的衣服也會搭 好了 譬如他現在已經不流行戴吊嘴了 你買了一個戴吊嘴 他戴不戴 這件是長的 我會戴鼻臉的話 你要想一下 一天 一天 這件事 這件事 買個新的給自己 說什麼 寶寶我戴這個比較漂亮 你覺不覺得 然後他看到 好像是 不壞 看到縮臉的臉有點大 我買了 我幫你戴回小一個 當然你要想一下 他是不是真的日日會戴 還有他戴了這件事 你會不會覺得 心裡突然覺得 不舒服 為什麼戴了 是不是他不喜歡 或者我們這段感情已經變了疾 這樣 飾物除非你真的很掌握 當季的潮流 在發生什麼事 你就可以買 如果不是真的沒有服飾物 我自己敢想 你認同嗎 而且飾物其實是一件很容易唸的東西 NO 因為你還行 這個是還行 而且會悶得多 不見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真的有太多案例 真的 不要介紹更生氣 那我們總結就是 男生和女生都想收到的禮物 都是要你用心去體會的 當然我們也有小貼士和建議 你可以參考 雖然我們也說得很含糊 不過不要緊 我們現在馬上說一下 究竟我們最想收到什麼禮物 我先說 我最討厭收到的花 純粹我是最不想收到的禮物 NO.1 但是很多女生都很喜歡收花 OK 我喜歡收花 我覺得是驚喜的那種收花 我會開心 我是口說 不想收花 但我收到會開心 不想收到的禮物 我不是想到 我想到 公仔 其實剛才說出來 哦 我不想再收這麼多的公仔 我本身有些公仔都很有意義 我不喜歡放到不用 然後鋪塵 所以基本上都是比較重的 我不是 我整個房間都很喜歡 真的厲害 我是每個角落都是公仔 大大小小的公仔 所以公仔是完全是靈抗她 對 我也靈抗她的 我也靈抗她的 我跟她的房間 每人有一個櫃子 是放自己喜歡的公仔 好了 你又不想收到什麼 我剛才也說過我 應該都是化妝品類的 因為我收了護照的套 是開心的 是開心的 所以我就說禮物 沒有 是粉紅色的 因為我覺得禮物實在有太多緣化 所以很難說我不喜歡收什麼 我沒有什麼不喜歡收 我覺得別人有心減妝的 我也喜歡 所以我很喜歡別人減妝的禮物 我覺得我不喜歡這個很容易的東西 她不知道你什麼用不用 所以你送禮物給人 就是要留意別人的喜好 放在你身上是很突突的 對 就是收到紅色的頸巾 對 我不會用的東西 我就會 嗯 收走了 怎麼辦 我們剛剛姐姐說手飾之類的東西 看看誰送 我不想收到很貴重的東西 第一是不知道是誰 第二就是欠了人 但我覺得多數都是很親人 家人也可以 記得在info box看心理七月的結果 我們這段影片就完了 希望我做一次在聖誕節 加油 我們很想自己 當然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